好 我們來關心這個畫面是發生在花蓮 尤其0403 花蓮發生了瑞士規模7.2的強震之後 現在雨震不斷 民眾恐慌指數飆高了 不少當地人不敢待在家裡頭 把車開到哪裡呢 畫面中這樣子 搭在公園裡面 還搭帳篷 或者是直接就住在車裡頭 就怕地震如果一來 躲避不及 最震的時候就過來這樣 沒錯 對啊 嚇壞了 真的是嚇壞了 民眾一邊吃著早餐 一邊整理著帳篷 因為地震的影響 嚇了不敢待在家裡 凌晨半夜就開著車子 衝到了公園來 覺得在這邊比較安全啊 這邊 對 相對安全 相對安全 對 只要地不列的話都安全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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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家裡感覺是很晃對不對 非常晃 天有不測風雲嘛 可是那妳這樣昨天晚上好睡嗎 就是在這邊 當然是不好睡啊 還是連睡 也是沒睡 對啊 就像妳藏在那個 非常劇烈的一個什麼 震動的什麼儀器上頭 當然是睡不好覺 受到地震 餘震不斷的影響 不少花蓮民眾在進來 紛紛把車子 開到了公園空曠地方停放 並且還準備了桌椅 食物跟水 彷彿像是外出露營 看似愜意 但是心中卻仍有恐慌 還是會晃啊 可是起碼比較安全啊 感覺比較安全 對 對 對 大概想要待多久會這樣 看明天吧 蛤 會待到明天啊 因為晚上可能會在這邊睡吧 晚上還是打算在這邊睡就對了 對 對 可是這邊最大的問題就是蚊子比較多 所以說我們在處理啊 準備要長期抗戰了給他 沒有 看這 可以度過這幾天看看 0403花蓮發生7.2大地震 之後便是餘震不斷 根據中央氣象署的統計 主震之後的餘震已經超過了1200次 其中23號凌晨2點的餘震規模 更是超過了6 家中震動搖晃 許多人不敢待在家裡 選擇到公園或是空地 餘震來了 也不用慌張的逃跑 讓長期緊張的心情暫時閒一些 人間威士我們喬在花蓮的採訪報導